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榮 纳稅人可以使用两种扣税的方式 一种是标准扣税 Standard Deduction 第二种是逐项扣税 Itemized Deduction 选择的决定其实相当简单 假如逐项扣税金额 超过标准扣税金额 当然就是选择用逐项扣税 否则就应该选择标准扣税 2018年标准扣税金额 是单身12000元 已婚共同报税24000元 65岁或以上的纳税人增加1600元 假如已婚者就增加1300元 可以用作逐项扣税的项目 包括周税或销售税 但是由今年开始 周税或销售税 加上物业税 Property Tax 是不能超过一万元 此外 房屋贷款利息 慈善捐献 医疗费用 超过总收入7.5%等等 都可以扣税 由今年开始 是取消了所谓 乘项扣税 Muscellaneous Deduction 雇员自己出的商务费用 报税的费用等等是不能扣税的 由于今年标准扣税额增加了几乎一倍 过去使用逐项扣税额的家庭 今年可能会改用标准扣税 因此报税可能比以前是简单了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本中见面